黑猫的小视频要开始啰 こんにちは 开始了!黒猫的频道 不好意思,刚才那个是完全的无版权 模仿日本的非常有名的一位年轻的美妆博主 河西miki 简称Miki Pong的开场 然后模仿的还非常的烂 大家好,我是黑猫,我回来了 我还是用我的正常的开场 虽然毫无信仰,可言吧 还是用我正常的开场,我自己心里比较心安一点 好了,那今天给大家来介绍的东西是 非常熟悉的黑猫经常在做的 百元店和三百元店的购物介绍 然后今天是把百元店和三百元店放在一起 那么它们都在这儿 三百元店的话,日本就是这家3 coins 是最有名的三百元店 然后里面它都把百元店买的东西 全部一起扔在这里面 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了 所以说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那先从三百元店的商品开始介绍好了 因为商量而言,我自己特别特别的喜欢 首先是 可爱不不? 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可爱,特别特别的棒 是这样子的,它这种毛茸茸的特别软 摸起来特别舒服的小化妆包 这个东西冬天的时候从包里面把它这么掏出来 然后摸到它,感觉整个心都要化了 这个是它三百元店里面买到的前两样东西 里面的空间其实也非常的足 这么大的空间 足够放外出要带的各种各样的化妆用品 和各种杂物了 一般出门的话 那个补妆的化妆用品其实是不怎么带的 就偶尔带一点 更多的话是会把一些零零散散的杂物 给塞在这种小包里面 让这样带起来 比较方便 然后包里也不会放显得特别的乱 然后这个不同的颜色 我更买了一个棕色的,一个灰色的 这个特别喜欢 好了,这是给大家介绍第一样 接着给大家来看第二样 第二样是被单独放在了小袋子里 因为它特别的脆弱 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可能会说 黑猫你自己是不是也做过这种羽毛状的小耳环呢 是的,黑猫做过 但是我觉得我做上那个蓝色的耳环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点我以前的视频看一下 我做上那个蓝色的耳环 那个戏剧感太强了 所以说 日常生活之后 我觉得戴起来可能不大正常 不像正常的人 所以说 我这回在那个300元店看到了这个耳环 就觉得哇太可爱了 而且还能够比较适合日常使用 冬天的时候戴 非常的不错 它是下方是这样子的羽毛 然后这里呢是这种小珍珠 这样子的效果 戴起来的话就是 戴起来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爱 可爱 好了 这是还要给大家介绍的 300元店买到的第二样东西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现在的东西就是百元店买的了 百元店买的东西 首先先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就是红薯干 红薯票 这玩意儿在日本卖的特别特别的贵 然后 在百元店能够买到我其实特别的开心 所以说就直接一道 两道 然后 黑糖味的又买了一道 上来就直接买了三道 我还没吃过呢 我都不知道这东西好不好吃 但是我一上来就买了三道 这是百元店里买到的第一类东西 再下面一个呢 又是一个吃的 这个ザクログミ ザクロ的话是石榴的意思 今年呢 在日本没有吃到石榴 在日本很少有见到卖石榴的哈 所以说吃不到 于是呢 就为了解嘴馋 买了这个哈 软糖来吃 这个哈 是非常期待的一个商品 再来最后一个是 登登 这个哈 其实并非是百元店特有的商品啊 是日本这边很大众在卖的 就是巧克力蛋糕 它就是那种非常非常软 你看 跟海绵一样 那种非常软的海绵蛋糕 不过是巧克力沃尔的 这边是 Belgi Choco Mushi Cake 比利时巧克力蒸蛋糕 是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哈 这款蛋糕特别的好吃 所以说哈 我经常会买来 嗯 甜肚子 好了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哈 百元店和三百元店的购物品介绍 我自己最喜欢的呢 当然还是在三百元店 你买到的这 俩包 还有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耳环哈 这是我最喜欢的三样东西 呃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日本 或者说能够在国内 万能淘宝对吧 找到相似的东西的话 也非常推荐大家买来试试看哦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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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按在一起 afik 叫给我 刚才牛里 公里 谢谢观看